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与新北市人文艺术协会 推出春闹寺安坑艺术家连展活动 这是双方连续四年合作 今年邀请了16位艺术家展出心血创作 以各自擅长的艺文领域 包括拼布、精工饰品、陶座、钻科、纸雕、油画、水彩等等 各式的作品相当多元丰富 我们生活当中有艺术 可以让我们生活品质提高 可以让我们生活水准境界可以提高 即使在有疫情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不放弃 而且对我们的生活都可以有更大的帮助 这是我们第四届 其中我们邀请了很多在地艺术家 我们也有邀请外县市艺术家 让彼此做一个交流 出席开幕记者会的来宾相当多 包括了新北市文化局专委王景华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刘哲章以及陈怡君 还有多位地方里长 这次的连展以扭转乾坤为主题 呼应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并且在接下来的周末假日 都邀请了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来到现场进行讲座及手作体验 而国宝级铜锣大师吴宗林也带来了自己的最新创作 他表示能够在图书馆展出 让艺术可以进入生活 也让艺术更加亲民 很多人对艺术其实还是蛮陌生的 如果在地上 地方上 然后你又在图书馆展出 很多人有意无意他进来就看到这个美好的东西 他耳濡目染他会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其实地方上是应该更常举办这样的东西 不但是给在地的艺术家有机会来展览 也给很多的民众他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美好的东西 连展中首度邀请了其他县市的艺术家一同交流 像是庄桂朱老师就带来了多项陶瓷和工笔画作品 他表示以往大多是各展 这次受邀连展相当荣幸 也觉得民众来到图书馆就能够将各领域的创作精华 尽收眼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个工笔画是今年最热门平安健康 苹果 然后这个画牡丹富贵就平安富贵 然后那边的那一个是我参加世界逃逸比赛也入选 所以我这两个拿出来在这边放的 去外面走廊那部分就是以茶壶啦 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也差不多二十几件 而除了有16位在地艺术家156件作品展出之外 活动中还安排了市集和动态节目表演 邀请AK儿童舞蹈团联想舞团等多个地方社团共襄盛举 希望能够带给民众一个不一样的艺术新年 这场春闹寺安坑艺术家连展展出的时间将持续到2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新电采访报道 请让我们来看